我不知道這個 結婚是不是有傳染的效果 在今年 我不知道其他的行業是如何 至少我們演藝界 其實比H1N1傳染得還厲害 H1N1你有幾個朋友得到 沒有對不對 可是我們演藝界這麼多人 每天打開報紙 都好像有一個人要預備結婚 或已結婚 或 結婚當然是一件好事 今天來的三位 他們是已經有孩子了 已經要告別單身演唱會了 已經在飛機上求婚了 而且這些人都是你想不到的 讓我們來歡迎他們 恭喜我 開唱 郭婷 你好 好 我想今天大家一定想 為什麼要把這三個 有這麼多人結婚 湊在一起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階段是不同的 這個是結了 然後已經生了 當爸爸了 當爸爸 但是不同的經驗 對不對 你呢 是結婚了對不對 然後要開就告別單身演唱會 就是登記了 但是還沒請客 還沒請客 對 那她是剛求婚 剛求婚 沒有啦 沒有變化… 真的沒變化 你跟韓瑜求婚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啦 同一關 同一國 所以 最近大家卡在一起了 好問 因為演藝圈有很多的女朋友 突然變這個的 這個又變這個 我們實在是 沒有 而且剛剛 因為新聞實在太多了 所以剛剛人家說 那個什麼包下電影院啊 是不是 我說那是誰啊 他說還演 我說真的假的 真的 我說這怎麼會回事啊 新聞多到已經來不及知道 對 而且她電影院播放的是 她求婚的畫面 大家都湊在一起亂搭 怎麼會這樣 我聽到一個朋友說 他說前面本來是因為 99年啊 百年啊 大家想結婚 但是呢 還有很多人是因為311 萬一 那個海嘯 對 看了那個畫面 就想 我還是結了吧 對 萬一 突然來什麼 還有一個人可以抱著 沒有啦 來不及跟你愛的人說 說一聲會 你看那個 周星馳那個電影 少林足球那個 守門員 他已經快要掛了 他就把 阿妹 對 有一句話 我常常心裡很久 就是說 怎麼被你 被你講的 突然的當周星馳 他裡面的 也有感覺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 就來不及說 要趕快跟自己愛的人說 我覺得 被你求婚的那個女性 也是很奇怪 因為你的痛是很亂搭的 沒有 我的痛將成為她永遠的痛 心裡永遠的痛 今天要猜三個來講 這個 郭世倫是在我們圈內 這很奇怪 這個圈內的很多花花公子 像唐靜忠什麼 都在今年 不曉得為什麼收心了 為什麼 小燕姐 對 這句話真好笑 我們再笑一次 不是 小燕姐 真的很一樣 你比較花嘛 所以跟人家不一樣 對 跟人家不一樣 我是因為外婆的關係 外婆的關係 因為講到這個就很鼻酸 所以為什麼求婚會在天 就是飛機上求婚 也是跟外婆有關係 因為我外婆就是 上個月剛離開過世了 那在離開之前 就是我還答應說 答應我外婆說 要帶我女朋友回去給她看 讓她安心 因為整個家裡頭 就只剩我一個小孩還沒結婚 是 而且你還天天晚上在外面 也沒有了 沒有 小燕姐 你這誤會真是大了 誤會大了對不對 我幾乎已經很少出現在夜店裡 她現在都是 你在幫我 愛我 這是在家啦 沒有…等一下… 你的…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是在結婚前一年多有收心 對不對 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覺得 有的時候對女人 你也不能說完全是為了外婆 那女生就會想 那沒有外婆 你就不娶我了嗎 對啊 不是 外婆是個… 對不對 對 是為外婆這件事 那你也是說 那你不能說外婆有交代 我就上街去找個女的 對 而且你沒有上街對不對 我沒有上街 她連上街都沒上 她在臉書上認得的 對 那麼多朋友當中 你為什麼選到她 第一張一定是看順眼嘛 一定看照片嘛 所以我告訴你 擺那張照片很重要 不要擺了一些什麼狗啊 什麼其他的照片 擺自己最好的照片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看到那張照片 你就覺得 第一開始就是被吸引住了 就開始聊天 先聊天喔 先聊天 沒有見面喔 沒有見面 我們大概聊了大概 兩個禮拜的天吧 在臉書上面 哇 萬一見到面 哇 浪費時間 對 我那個時候其實 有這種想法耶 那你的呢 你是朋友介紹對不對 對 但是不是特意介紹的 因為就一個飯局 然後之後就 朋友的朋友 就找了一些朋友來 朋友的朋友 找了一些 這比臉書的朋友還多啊 對 就直接就 面談 好見識喔 直接喔 聊天啊 然後聊天以後就有留那個 因為臉書我不太會用 我用MSN這樣 然後就開始這個 就是留言啊 然後聊天啊 然後 後來到了杭州就會開始認識 就是會約出來 跟他在上面聊的人 你覺得是危險的 跟你見面聊天的也不安心吧 我不知道耶 你沒有問他嗎 一堆朋友啊很難 也 我要幹嘛也很難吧 他不是真正要幹嘛幹嘛這樣 對 那到後來你追他的時候 他不怕嗎 我有感覺他喜歡我 我才敢 那個就是 出擊 出招啊 人家不在現場你這樣講 沒有 是真的啦 他有跟我講啊 真的喔 對… 因為他一直跟我說 他的同學生了小孩 然後 他的媽媽就很羨慕他的同學 我說那你也生一個啊 他說我沒有對象啊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我怎麼樣這樣 然後他就說 叫我不要跟他開玩笑這樣 我說的是真的啊這樣 我覺得他說你不要跟他開玩笑 他是覺得 你們演藝人員看的女孩子 都會講一些好聽的話 可是因為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已經經過了兩三個月了 不是剛認識的時候講的 就是他在認識我這三個月 他有發現 我可能出跟 他跟我出去或者是幹嘛 他會發現 其實我不是電視上那樣子 要不然他以為你跟吳宗憲很像 大部分的人都以為 因為我比憲哥可能還要再 會玩 再可怕一點 因為至少憲哥還有露出來 有太太有小孩對不對 每個女友都被抓到 你還沒有咧 我沒有啊 我就是有的話我也會承認 就從以前入行到現在 我只要有 有跟哪一個女生認識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有去哪裡喝酒 到不良場所去什麼 怎麼樣講 我都有承認 我都有承認這樣 對 康康呢人家都覺得 都覺得 像宗憲 像這樣子的綜藝節目主持人 很會把妹 對不對 馬國畢呢 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那種點點吃三娃紅 其實我們三個裡面 馬國畢最厲害 真的 厲害的 他最厲害 女孩子看到你們沒有防禦心 沒有 對不對 看到康康看到過去的人 都會有防禦心啊 對 我的應該比較會有防禦心 而且我又那麼老了